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的同一日之內 美國連續有兩項針對大陸的新措施出台 分別是收緊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入境美國的限制 以及眾議院傳票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 觸發了中概股要集體退市的焦慮 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說第一件資料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所說 特朗普政府頒布新規例 限制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籍系親屬前往美國旅遊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提到 說這項新措施將會在旅遊簽證上作出收緊 使得最長有效期限制在單月單次入境即時生效 這意味著 那些獲批級簽證的中共黨員及其籍系親屬 必須在一個月內出發去美國 否則簽證就會失效了 好了 國務院發言人還補充 即使擁有簽證也好 也不能保證一定進入得到美國 美國的邊防官員 仍然可以考慮拒絕讓辭證人入境 在之前中共黨員跟普通的中國公民一樣 簽證最長的年期是可以去到十年 而且允許多次入境 現在這項新措施當然收緊了很多 其實這項措施的推出 某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得到 特朗普很想利用他第一屆總統任期的餘下時間 來盡力這樣做 能夠推出多少措施呢 他就會推出多少措施 他就毫無保留了 無論選舉結果最終是怎樣發展也好 其實在於他的立場來說 推出這些措施就沒有壞 如果是他能夠成功連任的話 這些措施其實就是奠定了未來四年 那個中美關係的走向究竟是怎樣 但是萬一Touchwood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特朗普在這兩三個月以來所推出的措施 就等同於是向拜登埋棄了很多地雷 當然很多人就說 現在特朗普這些措施 拜登很可能就是會一上台的時候 很快就取消了 當然如果拜登真的做了總統的話 他絕對有這樣的權力去取消 但是就會顯得很肉酸 而特朗普這兩三個月以來的措施 可能就是想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使他有多肉酸就有多肉酸 所以在特朗普的角度來看 他推出這些措施 對他就是沒有什麼懷處 好了 至於大陸方面又如何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他就有很多話說 在例行記者會上 他就批評 在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出於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 出於惡意打壓中國的戰略 對中國採取種種政治打壓行為 其中就包括希望撤斷中美兩國國民的交流 嘩 哪有國家可以政治打壓到中國那麼厲害 他說撤斷兩國國民交流 這個又奇怪的 是哪個國家的國民在申請護照的時候出現了限制呢 是有很多嚴格的規限在這裡 是不是美國的國民呢 好了 華春瑩還提到 說近期美方對中國留學生 和美國對中友好的人士 採取恐嚇的行為 美國有一班部門 甚至是責令有些機構 要定期報告中國間諜的行為 可想而知 這麼荒謬的有罪推定 這麼狹藝和極端不正常的心態 一定會導致美方 在政治上採取不理智的行動 如果遮住美方那兩隻字 就總是不知道華春瑩好像在罵誰 哈哈哈哈 有罪推定 狹藝和極端不正常的心態 政治上採取不理智的行動 究竟他是在罵誰呢 真是奇怪 華春瑩還提到 希望美國要改正錯誤 為兩國正常人員交往創造條件 中國人說 上游心生 希望美國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間諜 為何美國自許為強大的民主國家 但是和中國交往的時候 又這麼不自信呢 華春瑩提到 上游心生 哈哈哈哈 究竟他在說什麼呢 這句話 華春瑩自己可以照鏡 另外是不是說自己呢 還是說誰呢 上游心生 這樣來去駁斥美國 好了 說一下第二件事 就是關於外國公司問責法 終於在眾議院那裡是全票通過 其實這條法案 一早在年初的時候 參議院都通過了 現在只要等待特朗普的簽署 就可以正式生效 這條法案其實就是規定了 如果外國公司在連續三年 都未能夠通過 美國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的審計的話 就將會禁止這些外國企業 在美國的任何交易所上市 其實這條法案 又沒有特別針對哪一個國家 所有外國公司都會受到規管 但是現在主要不符合這條法案規定的外國公司 就是來自中國的企業而已 為什麼有些中國企業 是不符合這條法案規定呢 其實就是跟會計審計政策有關的 那些會計師事務所 對那些公司進行審計的過程當中 就要獲取公司各種各樣的資料 並且形成一份審計工作的紀錄 那這一份的材料就叫作為審計底稿 但是中國有多項的法律法規 就明確地定明了 這些所謂的審計底稿 就應該要存放在中國的境內 而且就不得違反相關的規定 擅自使用任何的手段和技術 傳遞給境外的機構或者是個人 理由就是這些所謂的審計底稿 是涉及到國家機密、信息安全和國家主權的範疇 那如果有些境外的監管機構 比如說這條外國公司問責法所指定的機構 他們要對某一家的中國企業進行審查的時候 必須得到中國監管當局的同意 才能夠一起合作進行審查 原來在2013年的時候 中美兩國的證券監管機構 是簽署過一份合作備忘錄的 但是儘管是簽了也好 其實美國的監管當局 能夠取得到的審計底稿 都是極其有限的 根本上就沒辦法做得到 對所有上市企業的有效監管 於是現在才有這條外國公司問責法通過 就提供一個法律基礎給他們 好了 這個法案生效之後 究竟對於中國的企業有什麼實際影響 實情 現在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公司 有幾條路可以走 第一就是退市 但是退市也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完全從美國的交易所退下來 索性去其他地方的交易所再上市 第二種就是 仍然保留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 但是同時就在另一個地方進行二次上市 在香港也出現不少 比如說阿里巴巴、京東、網易等等 都是這些例子 根據統計 合乎資格在香港進行二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 還有34家 當中有不少已經啟動了相關的流程 這些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之後 有可能會逐步提高在香港的交易規模 最終就達至從美國交易所那時候退市 這個就是第一條道路 第二條路就是索性改了審計事務所 就不用中國的公司 就用美國的審計公司 但是這個就相當之艱難 因為要將自己所有的底牌 就是給人家看的 你給人家審 所以還有第三條路 就是中國自己審一次 美國又去審一次 變成了兩邊一起去審 但是這個就會加重了會計的成本 所以暫時未見到哪些公司會這樣做 當然如果那些中概股真的要從美國退市的話 最大的得益者一定就是香港的聯交所 因為那些中概股公司要回流 多數都是選擇香港的 那就是會為香港的股市 注入了大量的資金 就造成了好像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到底這個是真象還是幻象 大家心裡也有數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